国人研发 首部自动热食贩卖机 开卖 自动贩卖机也能买到热腾腾的菜饭和卤味也 这盒菜饭热到还在冒烟呢 热食贩卖机在日本也流行多年 国内有业者本来也想引进 但日商就是不肯卖 一次国内业者花了快6年 市值千万 研发出本土第一台菜饭贩卖机 上周四开始在台北转运站内开卖 民众投币后 只要等40秒至3分钟就有热食可吃 现在有咸猪肉等三款菜饭 统统48元 另外还卖卤鸭蛇 卤鸡爪等6款卤味 标榜比市价便宜一成 苹果昨天在台北转运站 邀请路过的许小姐试吃 咸猪肉菜饭和SO酱菜饭 菜吃起来就是 好像微薄就烂烂的 还蛮脆的 这个吃起来就是它虽然很贵 可是不会有这种 调味料很重 肉的话就是蛮有味道的 可是有一点点感 我觉得它吃起来是比较好 其实还不错 口味也非常符合台湾道地的口味 事实上未来我们在这个口味上面 我们可以研发各自各样的食材 也就是说我们丰富整个热食的自动贩卖机 叶泽表示 近期会再增排骨便当等商品 未来也准备加入辣面披萨等 两个月后将扩点至其他转运站机场等 动新闻台北报道